南投縣陸武鄉西投自然教育園區 有一片最美麗的銀杏林 最近也紛紛換上了金黃色的新裝 因為銀杏樹生長緩慢 國內也很少有銀杏森林 所以吸引許多全台遊客前往欣賞 這一片銀杏的話呢 它栽培有九十幾年的 那大概數量有七八十棵 那因為現在呢 正值是天氣也蠻好的 那也轉入秋冬 所以現在銀杏林呢 它正式轉黃色 目前的話整個銀杏林 它是轉成黃色的 所以相當的漂亮 那那個葉片呢 也紛紛落下 像下雨一樣 相當的美 那剛好這一段時間呢 氣候也非常的宜人 來這邊的話呢 可以來這邊觀賞 我們這邊的銀杏 那這一段時間呢 它的最佳的觀賞期呢 是大概從現在開始 到十一月底 那也歡迎呢 來系統的遊客呢 能夠來這邊呢 來賞我們的美麗的銀杏林 其實以前大概 我們也只看過銀杏的果實啊 然後這一次是第一次看到真正的 銀杏的那個 林 它長的樣子 銀杏生長的樣子 那也是第一次才知道的一個銀杏 從種下去到它長果實 要這樣五六十年了 這樣的一個景點 其實還蠻感動的 隨著天氣轉良 銀杏紛紛換上美麗的新裝 吸引了不少遊客 都特地前來欣賞這片銀杏林 對這景色也都印象深刻 讓遊客感覺仿佛身在大自然中 我想西頭大概銀杏林也是一個 很重點的一個觀賞地方啦 因為有些人呢 還跑到日本去呢 我覺得台灣其實好好欣賞 還是有它的很優美的地方 這邊的話我覺得很美啊 然後我覺得這邊很 就是很舒服 對 因為我這次是第一次來 然後我感覺就是讓我很放鬆 銀杏從綠葉 轉變成金黃色 時間約到十一月底 一掌和身風 呼籲民眾想要欣賞這季節限定的美景 就要好好把握時間 民意新聞弘一拳 入股採訪報導